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刻爆爆 我是雪寶 你知道嗎 在台灣 按摩跟刺青其實是非常日常的事情 但是沒想到在韓國 確實有非常嚴格的規定 你不注意的話就有可違法囉 首先在韓國是只有視障者 才可以擁有按摩師認證 這項是在1912年 當時韓國還是由 日本殖民統治的時候生效的法律 目的是為了協助視障者的生計 不一定只有視障者才能從事按摩工作 一般人是沒有辦法獲得按摩師認證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按摩師資格 卻向別人收取費用 依照韓國的醫療法規定 最高可以除以3年以下的徒刑 但是如果不是視障者經營的按摩店的話 最高還可以除以5年以下的徒刑 是非常嚴格的 在台灣相當常見的洗頭按摩服務 態勢按摩或者是腳底按摩工作 在韓國只能由視障者從事 因此許多韓國人來台灣旅遊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相當震驚 對於台灣有各種不同的按摩服務 感到相當的新鮮 再來是要跟大家介紹是 年輕人最喜歡的刺親 在韓國刺親其實是屬於醫療行為 非醫療相關的從事人員如果從事紋身的工作 或是幫人紋身的話 依照當地法律規定最高可以除以5年以下的徒刑 而且韓國其實也有規定在公共場合裡面 是不能露出刺親的 因為怕會造成他人感覺到不適 所以身上有刺親的藝人 參加綜藝節目或是戲劇拍攝的時候 都會使用OKBON將刺親貼起來 或是穿長袖的衣服 甚至有些節目還會使用馬賽克把它遮住 現在全韓國這些檯面上下的刺親時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韓國政府不太允許的 在廣告上也不會如此明目張膽 多數都是以作品機的形式來進行宣傳 根據估算有2萬多名違法的刺親師 以及原本韓國軍方明文規定 限制身上有大面積刺親的人入伍役 所以其實有不少人選擇以大規模大範圍的刺親來躲兵役 針對這個情況軍方也有做一些回應 以故意毀損身體罪的嫌疑應對 而這個規定也在2021年的時候刪除 所以即使你身上有大範圍的面積 也是要當兵的 那觀眾不知道聽完有什麼感覺呢 我個人是覺得文化的差異有點不同啦 以後蘇比林情形會有一點改變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最後別忘記了訂閱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的訊息 我是雪寶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